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玉,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香港妖股向来不少,但近期发生的一起事件仍成为各界的关注重点 2024年4月,中国500强天瑞集团旗下的天瑞水泥 在9日收盘之前,只花了短短15分钟,股价就闪崩了99% 最终的收盘价格跌到只剩港币0.04元 公司市值也瞬间从140亿港元变成1.41亿港元 天瑞水泥如此急剧的崩盘,在港股史上前所未闻 难免引起市场的议论,该档股票隔天也紧急停牌 目前该公司表示营运一切正常,暴跌惨剧成因暂时未明 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个别券商出现程序混乱 加上港股流动性不佳的状况,引发自杀式斩仓的完美风暴 以上事件恰好带出本期影片的重点 进入2024年后,恒生指数一路走低 虽然在农历新年后似有回温 但外资大行、裁员潮一波接着一波 连过往不太裁员的国企也开始吵人 这就让人好奇,如果情况再发展下去 香港是否当真沦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 还是可以寄望游至极心的口号 再迎来震荡后的新高峰 在切入主题之前 我们要先介绍本期的另一个重点 长桥证券 这是一个知名的一站式投资平台 协助用户进行全球范围的交易 包括美股、港股、基金债券、提期权、ETF 厂内衍生工具等主流资产 长桥证券推出港美股永久免佣的服务 不管是香港的朋友 还是来自非香港地区 长桥都给出穷奢专属的福利 影片后段将有更详细的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请看到最后 或到下方专属连结查看详情 话说回主题 我们过去多次聊过 在争夺亚洲金融中心之位上 近年的新加坡 白痴干头又进一步 在许多层面上 都跟曾经的王者香港产生了黄金交叉 许多国际性评比报告 近年都把港新排名做了更动 在许多观察家眼里 香港已失去了亚洲首要金融中心的头衔 双方的差距目前还在扩大当中 港新此消彼长的浪头 背后有疫情的脉络存在 2022年 当新加坡成功与病毒共存 并全面对海外人士开放边境时 香港还在奉行严格的防疫政策 不仅打击到经济与民生层面 也造成人才流失等问题 除了疫情 在这场双边之争中 香港失去桂冠还有别的脉络 严格国安法的实施 打压到营商自由与环境的安稳程度 香港在经济上的表现也有所衰落 这里的众多行业 都存在同业联盟与寡头垄断的现象 与此同时 新加坡虽然也有严厉的政治体系 但在新营外资与外来人才上 这个城邦之国却发挥得很好 因此在疫后时期迅速反弹 逐渐拉开跟香港之间的距离 我们接着回头聚焦本期的主角香港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 自从去年开始 香港外资财源潮一波接着一波 不少中资公司也加入行列 一位任职于投资银行的谢信世明表示 公司去年中才炒了一批人 最近又要再炒一波 搞得他们办公室人心惶惶 没人知道下一个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类似的情况也反映在港股市值大缩水值上 当前整个市场死气沉沉 连带导致许多风险不断上升 就像我们开头介绍过的天锐水泥 市值在短短15分钟内闪崩了九成九 促成这次惨剧的其中一项原因 正是港股流动性不佳的状况 与此相结合的现象 源自香港重要支柱金融业出现颓势 在2022年 金融业贡献了香港将近四分之一的GDP 但疫情后香港股市下跌 市场逐渐变成一滩死水 整体经济状况被认为步入慢雄格局 进而拖累楼房市场以及消费信心 我们过去在香港负资产那期影片中聊过 回顾过去这几年的世界变化 中国香港两地的股市 是全球为二连三年都在下跌的市场 相比于其他主要市场起涨的浪潮 中港股市不断下跌 加剧本已严重下滑的信心危机 也凸显出外资撤离的后果已然显现 除了股市不佳的表现 过往最令人担忧的房市 如今也亮起红灯 香港金管局今年发布的数字显示 2023年第四季 全港负资产高达25,163宗 较前一年的1,123宗 暴增了超过一倍 年增也达到26% 创下自2004年第四季以来新高 涉及负资产的贷款 也飙高到1,313亿港元 这也是SARS非典疫情后 香港负资产体量最高的时刻 而在民间消费层面 这几年港生旅游人潮 也出现黄金交叉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深圳居民南下赴港旅游 曾经是好几个世代人们的共同回忆 然而时间来到近年 港人被上赴生消费已成为新常态 每逢连续长假 都有大批市民离港 这背后产生的消费金额数字 已反映在航班交通与餐饮住宿等层面 不仅影响香港本地官吕 还波及在地民生消费行业 许多餐饮店家都在苦苦支撑 对于以上这些现象 港府给出的解释 是一句响亮的口号 有之极心 特首李家超也在4月向港人公开喊话 要认识并面对当前的大潮流转变 他说 目前香港的变化 就跟过去的转型期一样 呼吁港人不怨天不由人 积极作为创新创造应变懂变 李家超这一番发言 脱离不了油质吉星这句口号的范畴 油质吉星的施政概念 最早可追溯到2022年 实施香港国安法的时候 当时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二十大正式提出 在他的口中 香港当时正在经历油乱倒置的阶段 之后更将迈入油质吉星的环节 意思是香港正在建立安定 并从安定迈向繁荣的目标 看向当前的香港 观察家似乎还没见到吉星的那一面 特别是来自西方的视角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分析 香港过往作为国际资金投资中国的门户 港股更可被视为中国经济的倒影 在港上市的企业 过半是中国本土公司 贡献港股将近八成的总市值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中国爆发房地产危机 政府又带头打击科技股 同时高压前置 手游与相关娱乐产业 种种行为会让投资者失去信心 进一步反映在港股表现中 近年房地产与消费品公司 都在港股遭到大幅抛售 在过去的荣光里 香港素有IPO之都的美称 也是中期走出国境的门户 但去年香港仅73支新股上市 集资额为463亿港元 年减超过五成 而这背后的关键 直接指向中国证监会 去年3月起实施的报备制度 让许多在港上市的计划卡关 最后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香港是否正在 游至极星的道路上 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目前各界对此看法十分两极 并可分为西方的悲观言论 以及中派的信心喊话 对此我们不多做预测 但以现有资讯来看 香港确实正现下过去的光环 逐渐转向一个中国城市的身份 至于要如何重返荣耀 未来会如何发展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影片最后 我们要再次介绍长桥证券 作为知名的一站式投资平台 长桥的创始团队 来自阿里巴巴 字节跳动 新加坡汇立证券 等一线国际科技与金融巨头 长桥在全球四地 获得超过21张金融合规牌照或资格 并在香港、新加坡、美国与纽西兰都有持牌 至于重车专属优惠的部分 目前香港朋友完成开户流程 满足条件 击送1400港元的专属福利 以香港朋友来说 第一重奖励 是开户及享有港美股交易终身免佣 入金1万港元 并留存60天 并赠送600港元的现金券 入金60天内 共交易满10次 再额外赠送800港元 最高奖励共计1400港元 至于非香港地区的朋友 也可以开通新加坡SG长桥 首次入金3000新币 同样享有港美股永久免佣 以及72新币的股票现金卡 详情请直接点击影片下方连接 有兴趣的朋友 请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 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 可爱的重奢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